Hello大家好,我是Nanc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在开始之前呢还是想要说一声谢谢 因为上次发了英文视频以后而关注到我的朋友们 很高兴认识你们 那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是有关于我对快时尚的一点点小的看法 那这个视频的内容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挺想做的 却不是很敢去做 因为毕竟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敏感 然后觉得快时尚还是很多人喜欢并且追求了一种时尚吧 最近看到许多澳洲伤火的新闻 其实这两天已经好一丢丢了 因为刚好就是下了一场大雨 但是就之前来说看到许多的消防员们受伤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还有超过五亿只的动物被火烧死 再加上大片的自然资源被烧毁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 除去一些人为因素 譬如澳洲政府没有在火还没有烧得如此之旺的时候 做出好的应对策略 那么全球气温升高 气候极其干旱 也是导致山火为什么会引发 并且会如此严重的重要原因 而且呢我昨天看到了一则报道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地球的温度 再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三摄氏度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在澳洲看到的大面积的山火 我们将会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看到 我们现在的温度呢已经超了1.1度了 那在巴黎气候协定之中呢 各个国家制定的目标是说 在本世纪末结束之前 把气温上升的幅度调控在2摄氏度以内 所以说呢我们只有0.9度的上升空间了 这件事情已经非常非常的刻不容缓了 然后就是因为在油管上看到好些个 跟山火有关的视频 他强大的算法揪住了我 给我推了很多很多跟自然环境啊 灾害有关的新闻啊还有视频 虽然以前也有一点点基本的了解吧 但就没有像这次一样我看到那么投入 还有就是深入 所以呢在种种巧合之下 就让我看到了以前啊我并没有很了解到层面 比如说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 原来时尚产业更准确的说是快时尚产业 会对环境带来如此大的危害还有破坏 现在时尚产业已经是列于全球第二 仅次于石油产业对环境带来最多危害的一个行业了 而且就数据来说 其实我们身边碰到的大概每6个人 就有一个人是在从事跟服装有关的工作 甚至包括我自己也是 所以这也引发了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我想把我看到的这些新闻报告总结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这些以后 我的一点点小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可能其他东西离我们来说就是比较遥远 但是衣服呢却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打交道的 OK首先呢我们来聊一下什么是快时尚 快时尚英文就是Fast Fashion是以HIM ZARA为首的一系列大型服装连锁零售商 他们紧跟时尚的趋势 他们在大牌的秀场看到当地最火热的单品以后呢 可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进行复制并且投入生产 可以制造出一种see now buy now 就是看到就能买到的市场现象 那快时尚最显著的三个特点呢就是Fast Cheap and Disposable 就是它快然后它便宜 并且呢它随时可以丢弃 它不是一件可以在你衣橱里面 理论上来说可以待很久的一件衣服 那刚才的这个解释呢是我参照外网以后做的翻译 我会在信息栏里面把我引用的文字还有数据的链接都放在里面 我感觉我在写一篇论文 嗯 需要很严谨 OK 那再来呢给大家分享一组小小的数据 全世界现在每一年制造的新衣服是800亿件 就美国来说美国人每一年现在平均会买68件新衣服 然后平均下来呢每年每个人又会扔掉70磅的衣服 相当于200件蓝式T恤那么重 那再说说中国 我们中国呢每一年大概有2600万吨的旧衣服 会被扔进垃圾桶 而目前的回收率呢却不到1% 那大部分被我们丢弃的衣服呢 这里指所有的国家 大概最终85% 85%的命运是被填埋或者是焚烧 以前呢一件衣服从设计到打板到出样 再生产再到销售 往往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 甚至一到两年的时间 但是现在呢有一些快时尚的企业 却可以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完成这一整个过程 他们的速度可以是在20天左右 就把上面以前所有人干的事 20天都干完了 以前呢衣服是有四个季节的 春夏秋冬 每个季度就会有新的产品出来 而现在呢由于快时尚的蓬勃发展 快时尚这个产业 他们的衣服的周期是以周来计算的 就是每一周都有新的衣服过去 所以我们每次去逛的时候都会发现 诶又有新的衣服了 这就是快时尚它为什么是快 它又快 它有紧跟流行的趋势 它并且呢还能保持价格非常的低廉 所以它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 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 它之所以价格如此低廉 它代表了什么 首先无可厚非 它如果价格低一点的话呢 它在面料上的选择就必定会有牺牲 这就讲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了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意识冲动 于是就买入了一件快时尚的衣服 但是过了不久呢 可能觉得说诶它质量不行了 或者觉得说诶它已经过时了 我已经不喜欢这件衣服了 又有新的衣服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启另外一轮的买买买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挺有环保意识的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哦我们可以去捐 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 就是我最近也是看了这些纪录片以后才知道的 就是说当我们误以为旧的衣服 一定去到真正需要它的地方的时候呢 其实真相往往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捐赠出去的衣服呢 会经历一系列的步骤 它会放到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工厂里面 然后呢就会有二手市场的买家们先来逛 说哦OK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这个 它挑选出来哪些是可以进行再次售卖的衣服 OK然后这个二手市场的买手就走了 这个时候呢又会有慈善机构的人来 然后他们也开始他们这一轮的挑挑挑 他们来挑选出哦还有哪些是我可以去 再次给需要的人穿的 这件衣服还可以可以拿走 那件衣服还可以OK我把这些都拿走 那除掉这些人以外呢 还有成千上万堆积如山的衣服 是不能在本国被处理掉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他们就迎来了 极度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买手们会过来买 他们买呢是要花钱的 并且他们是按墩来买 他们买了以后呢再放回去 他们自己的国家进行二次售卖 呃代表新的国家就有非洲的肯亚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捐赠出去的衣服 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传送还有过滤了 但是呢在经历了漫长的旅途之后 竟然还有85%到90%的衣服 没有人可以处理的 没有人可以卖得掉它 没有人会要 那最终他们的宿命呢 就是焚烧或者是填埋 而且就是在买走他们这些 大量衣服的这些国家 进行焚烧和填埋 往往这些国家的环境 已经很不可观了 再回到刚才的点 快食上产业所用的很多材料 比如说锯脂纤维 像我刚才说的 它是一种塑料 它没有办法进行自然的降解 如果是焚烧的话呢 又会产生大量的空气污染 那么以肯亚为代表的这些国家呢 当地的二手衣物产业 非常的庞大 不仅严重的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而且也严重的影响到了本地的纺织产业 那么为了要保证低价 除了在面料上偷工减量 还有一个可以压榨成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人工 为了拿到更低的价格 这些西方国家就只能把这些衣服外包出去 给极度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会做的就是一昧的压低他们的人工成本 人们因此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B站上搜索一个纪录片 叫做The True Cost 说明是真正的成本 B站上有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那随着我越来越了解 我想现在听到这一段的你们 可能跟前段时间的我呢 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所以呢 所以这些西方的企业 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不环保的事情吗 他们不是最倡导环保吗 广告片就是比比皆是啊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继续进行了我的这部分探究 是的 他们有 比如说H&M 你们可以在店里面看到 就是说H&M现在特别提倡消费者们回收 我们的二手衣物 而且他们什么都回收 只要你带过去 他都会把你的衣服收走 并且呢 他说每一次你带回来你的旧衣物 那么你在下一次消费中 可以再享受八五折的优惠 这样一听觉得 哇好棒啊 我又可以让他们帮我处理我的旧衣服 而且还能在下一次消费中 再享受折扣 又省钱又环保 我很环保啊 我可以继续再处理了这些旧衣服以后 不用担心 它会被分解再重组 嗯 这个企业至少在做点什么 对 然而随着我继续看呢 废仪所思 就是说呢 循环利用率的高低 是要由这个废弃物本身的质量决定的 还是刚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买衣服的速度太快了 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捐赠出去的衣服 丢弃出去的衣服的数量 还有速度远远超过 它真正需要它的数量 而且就像刚才说的 大部分的衣服呢 它是没有办法把它打回原型 然后再重新制作出一件新的衣服呢 至少现在的科技并没有办法做到 它最终的宿命就是被粉烧 或者是被填埋 要么它污染空气 要么它污染土壤 在加拿大CBC的一条 有关快时尚的调研视频里面呢 一位加拿大回收部门的负责人 在看到H&M向Sophage保证说 哦 带回你的旧衣服 我们可以把它做到分解再重组 不用担心 我们会做得很环保以后呢 它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是一个模式的 检测 或者是一个快时尚公司 去购买 这些东西 它会需要12年 去购买 这些东西的东西 如果要让一个快时尚公司 去回收他们在48小时内 卖出去的衣服 真正需要的时间是12年 yeah 12年 真的很可怕 是的 我们不能否认现在的这些公司 在尽可能的解决他们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至少 they are trying very hard 他们在非常非常努力想着怎么样才可以解决 但是呢 也不能否认现在他们无论是在广告语 还是他们的市场营销行为里面 所谓的关于旧衣服的回收之旅 就是一场greenwashing greenwashing是一个很奇妙的词 它来源于另外一个单词就是brainwash brainwash就是洗衣洗脑嘛 而greenwash就是说一些企业呢 通过一些特定的看上去特别环保的行为 把他们自己洗成一个绿的 洗成一个特别环保的公司 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消费者们 更加心安理得的去继续消费他们的产品 OK 那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H&M的这个行为 我们再来读一遍啊 把你的旧衣服带过来 然后在下一次购买中享受85折优惠 对 这个关键词就是下一次购买中 它的潜台词就是说 yes come back babies come back and shop again with H&M don't leave me OK 那当我们说到对环境有明显危害的行业呢 我们总是会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石油啊 航空航天啊 嗯 汽车制造啊 但是往往我们不会第一时间把它和服装业 或者把它和我们的衣服想象在一起 但是就像我开头所说的 服装业呢 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二 仅次于石油产业的一个最污染环境的行业 那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我知道也许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可能有的人会说哦 所以呢 你想怎样 你是留学生你有钱 你高尚你不买 你也要逼着所有人都跟你一起不买吗 就是我非常的忐忑 说实话 特别特别的害怕 这其实也是原因之一吧 就是说为什么我之前基本上没有做过 会要表达自己太多心声的那种视频 就还是觉得可能争议性比较大 但是呢 最终为什么还是决定要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呢 就是因为我今天既然看到了 我了解到了 我就没有办法再装作 我不知道了 然后我相信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就是我们的思想是可以碰撞的 那这次在做这个视频的过程中呢 其实我也思考了许久 就是说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说实话 我没有一个完美的解答 我想科学家们也没有一个完完善的解决方案 我们很难去真正指出 在这个环环相扣的产业链里面 到底是谁可以真正做出改变 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其实就中国来说 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二手市场发展的特别好 我看到许许多的人在二手市场啊 不同的平台啊 支换自己的旧衣物 我自己呢 也是从前年才开始出售自己的闲置 实不实的 除了在二手市场支换衣物以外呢 我想作为消费者 其实我们还可以做的 也是最容易做的 最简单做的 就是买少一点 然后穿久一点 并不是说贵的就一定好 也不是说快事上就一定要被抨击 我在这里绝对也没有表达说 你不要买衣服 我自己也做不到 只是说如果你穿着一件快事上 但是你也能够做到对它很精心的呵护 你能够尽量延长它的寿命 而不是一味的 只是为了追寻潮流而买了一件衣服 穿了几次就会把它丢掉的话 那么你也是在尽你自己的一份能力 去保护环境 以前呢也老是在乱买 但是后来看到一些资料以后呢 我也学会审视自己 就是说我想把买衣服当做是一种投资 在每一次买之前 可能会多问自己一下 就是说我这个衣服 到底我可以穿很久吗 我真的需要它吗 我会好好对待它吗 同样久而久之 我觉得打造一个金而碱的衣橱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提升我们的搭配能力 审美能力 而且可以塑造出一种 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穿衣风格 那再说回自己 我自己呢除了是一名消费者 我也是一个有自己店铺的一个卖家 说实话 作为一名有店铺的卖家 我非常的希望可以推销出自己店里的产品 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可以赚到钱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活在这个世上 都要靠自己的本事 去生存还有立足 我没有必要说 我不想要钱 我不喜欢钱 不 那一定是假的 但是我希望从今往后呢 我可以做到更加严格的去审视自己 虽然我能力很小 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环境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好 而零售业巨头们呢 那些真的赚了很多钱的大网们呢 他们也应该有责任和义务 做到让他们的供应链变得更加的透明化 让所有的消费者有知情权 就是说他们这个衣服到人们的手中 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了我也非常了解 也准备好了 就是说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我觉得做视频嘛 其实这个平台就是大家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 非常欢迎 所以我准备好了 其实没用 那除了刚才说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很小的事情上 为我们的环境出一份力 他可以小到就是都在家吃饭 少点一点外卖 他也可以小到就是在家里做好垃圾分类 他也可以是上课上班的时候 多带自己的水杯 他也可以是我们出门购物 买菜的时候带上自己的帆布袋 我们每个人作为地球的这一份子 都有义务和责任 把我们的地球变得更加的好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真的说了很多的话 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们有一点点启发的话呢 欢迎你们为我点赞 也欢迎你们对我一键三连 长按那个点赞键 是我最近才学到的 yes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